不是台的呢 你好 是刘叔吗 你好 你好 你好叔 我是小李 你好 刘天岭78岁 丧偶 现住址四平市 住房面积100平米 退休金3800元 家里少人 儿媳妇 儿媳妇 这是儿子呗就是 那平堂是你们一起住啊 没有 以前的人住 以前的人住 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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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过来是 保守手里 星期天嘛 来看看 人家每回都来 人家赶上就没来 刘叔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居住 今天红娘来熟在家里时呀 碰巧赶上了他儿子来看望他 儿子说呀 自己非常支持父亲找老伴 连参加这原来不晚啊 都是他给父亲去报的名呢 我也给介绍 有时候你玩碰山呢 哪也不好碰 你看他不爱打麻将 也不会喝酒 抽牙也不会 所以说呢 这有局限性这玩意 你要是打麻将接受 哪要多要啥 老伯哥往外接受 他就接受藏心这不一样 阿超这个 搬你们那个一群人的 没有说跟你岁数上头的吗 也没说搬这情况吗 就在我们俱乐部在一块 跟女人在一块吧 老伯 没有说主动的 连握手都没有 不像传统 内向 他内向 一家女人没嗑到 可我们见了去开那舞会吧 有一个女人带我起来跳舞 我没起来 我后边那个我们同事就怼我 我气了 我说不会啊 菜音乐咋子 啥呀 她不会 她乐意 她带你 要带我早起来 老跳呗 就不会 不入这行 因为主动的跟搭讪 你都不傻 太腼腆了吗 这一辈子我是 这个机会啊太多了 不要错我 刘淑在面对异性时特别内向 很容易害羞 但其实淑自身的性格并不沉闷 她的业余生活 那可是相当的丰富了 我爱好大的戏区的画画 这画都我的 画的 这什么 这上面书都我写的 我爱我书画 老干嘛 以前嘛给他们就结束这个事 唱景剧书画 画画 学了几个月 刘淑今年78岁 之前在四平市计量局工作 现如今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退休后 刘淑的业余爱好非常丰富 爱好书法 画画 金壶这些东西 但在这众多的爱好中 淑最喜欢的还是拉金壶 这所谓的金壶啊 就是金剧戏曲里边 专用的乐器 其实我男的都大 二胡多 这玩不好的 这玩 一个手法 一个工法 一个手 手的各种操控 悠闲 这比如二胡你咋的 二胡 它那个悠闲 不一样跟着 它是往下 这个往上钩 一点点挪动 这个是跟钓有啥不一样 和跟二胡的 钓不一样 这同时 那同出二胡 那你拿出来的感觉呢 拿出来这个声音就发尖 声音发尖 要说起刘淑与金壶的缘分 那得追溯到淑的少年时期 刘淑说 其实自己早在15岁的时候 就对金壶一见钟情了 那小生儿 那时候没啥爱好 家里看结婚的也拿 也唱戏 就是把上次一唱戏 三天唱戏 就跟着看 跟着看 小时候也跟着看 有个老师 他说 哎呀 你小孩怎么看这玩意 你爱好这玩意 我教你怎么弄怎么弄 他就教我 哦 那你学的多少时间呢 跟那儿学的 哎呀 你当时就是两三天 告一告一告一 你你唱完三天就走了 完了你也没有啊 当时也没有二嫂 没有啥没有那儿 买不起啊 这都一千来快啊 刘淑在15岁时 接触上了金壶 但当时家里的条件不好 淑就没正儿八经的去学习 只是跟着戏曲班子 学了几天 长大的以后 工作时期的刘淑 每天因为生活和家庭 忙得不可开交 并没有时间去学习 自己所喜欢的金壶 你等工作了以后 没啥没鞋子 把这丫头再捡起来 那时候上班 班时间很短 没有时间就走了 就是退休以后 15岁以后 这个退休了 就是又经济了 又时间了 又钱了 又钱了 又钱进来了 退休以后的刘淑 终于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但是这些年 他都没有学习过金壶 小时候跟戏曲班子 学的那点东西 也早就都忘没了 所以他报名了老年大学 买了一些学习金壶的书籍 一点点的从零开始学习 金壶演奏 就是各种各种选乱 各诗都有唱诗 叔你看那个谱子 你能看明白吗 那时候没谱 退休结束 上老干部大学 也连看在学 老干部大学里教 你实力也不在 也教 那时候我那个孩子 那个我那孙子 学那个电子线 练谱 我培训 培读 二年多 练师服 在大学 那我都有收获 从基础 一点点的学 刘淑从一开始的 看不懂乐谱 到现在能够流利的演奏 各种各样的戏曲 这中间少不了 他每日每夜的刻苦学习 刘淑觉得每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叔说 自己虽然很喜欢拉筋糊 但是岁数大了 长时间坐着 总归对颈椎不好 所以自己平常还会劳逸结合 每天抽一些时间来锻炼身体 这根铁管是啥管呀 过去是它奶气管不用了 这个呢 下面的铁管 各个做的 自己做的 下圈的 啊 这脖头不行 不行带呀 那这俩是啥呀 什么的呀 在户外的 保护是外面的 里头有点海绵 看着谁家有啊 然后就安装别人学的路上 书上有 在哪个时候看 就是那个颈椎锻炼法 书上 或者颈椎腰嘴 斗肌坐里边 咱们下楼下 有一些健身器材的地方去呢 不上这儿去 应用啥呢 那两个地方 应太早 你看我还有这个 雅铃 这个下面 可以转哪儿来 这一个十多斤呢 十六斤呢 十六斤 挺沉的 不是我举起了我的肥肌 叔叔你还能悠起来吗 不能悠起来 哎呀妈呀 不行太沉了 还不起来 爱好丰富 身体健康 78岁的刘叔和红娘说呀 虽然这每天 看看戏曲 拉拉筋壶挺有意思 但一个人生活呀 还是觉得孤单 所以呀 还是得找个老伴 身边有了说话唠嗑的人 这样日子过得才有趣 那咱留守屋 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七十往下 六十五左右 身体好一点 个这一米五八 一米六左右都行 条件有双毛的 再说家庭方面的 没啥复杂的 过二的世界 没有牵挂的 对于你来说 最主要的 是不是情绪爱好 这个歌 情绪爱好当然好了 你会唱歌更好了 懂这儿的音乐 我喜欢 但是你不会唱 那一眼看伤痛也行 它不是一那位主 刘鼠就想找个身体健健康康 没啥家庭负担的人 一起过二人世界 于是红娘就联系到了一位 同城的何阿姨 她是个怎样的人呢 咱们先去瞧瞧 是何阿姨吧 你好阿姨 这个咱们让我去接你呢 我现在直接上来了 阿姨我的小礼啊 何叔范66岁 散偶 现住址四平市 住房面积40平米 退休金1400元 何阿姨今年66岁 自从老伴三年前去世后 阿姨就一直在这40平米的房子里 独居 她说虽然一个人住比较孤独 但每天也过得很充实 自己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做运动 我愿意运动 老伴没有病之前我不做 他有病以后了 我就陪他无聊啊 就做运动吧 总在屋里捐着这么小地方 你不运动也不行啊 做佛城啊 做洋物起卧啊 这个我都天天做 天天做啊 佛城才能做吗 都不男的能做吗 我这一个都做不了 一开始我也是 一开始从一个 完了你慢慢两个 完了五个 完了十个 现在都能做了 八九十八八都行 这样 查着点 五六七 四十 何阿姨说 做运动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日常习惯 不单单是在家里 他每天还会去小区附近的公园锻炼 而且啊 一练就是三个小时 天天早上去练杠的 就是手摸这个 匠的 你知道吗 真是好 就是拽着杠着 往上这么拔 拔 能拔 也不少 咱们这也太厉害了 快七十人了 快七十人了 吃不辣的 一八人 真整不了 没做这个运动之前 每天都要吃药的 老伴有病 我也跟着着急 我一着急 心脏不好 我吃点药 等做完后 慢慢慢慢的 药就不吃了 何阿姨性格外向 对待生活特别有热情 对待工作也同样有激情 阿姨说 她最早啊 是在广播局上班的 这个年龄 正是我在广播局 服务公司上班的时候 一直在那个广播局上班 具体是干啥的 在里边 就是广播局服务公司 当过库保员 库保员当完了 又要当了业务员 后来这些公司全黄了 黄了还买断了 没买断 就黄了 往我们也重重找个单位 公司黄了以后 何阿姨就另寻出路 正好赶上了 当时接到成立的玻璃绘画 阿姨就直接去了那里 一边学习 一边挣钱 就我扬会成立的玻璃绘画 就是在玻璃上啊 在玻璃上 在玻璃上一般都画啥 什么都能画 比如说仙女啦 老虎啦 画在这个玻璃 假设这是玻璃吧 在这边画 上那边看去 反过来看 它那是解放街 它那块有一个 专门画画的 那么一个工作室 我们在那里画 然后那给我们开支 那后来就是给 可以自己干了 我第一号就去取游戏 和这儿看 何阿姨说 其实玻璃画就是在玻璃上画反画 一般会出现在家里衣柜的镜子上 也有人喜欢挂在墙上当做装饰品 当时的何阿姨学成了这门手艺后 就申请了许可 打算自己出去单干 在当老板的这段日子里啊 何阿姨挣了不少钱呢 那钱挣钱挣的多 上班一月开 那时候开多钱 上班开三多个钱 来广播局 这画画的话那就不值了 二三百个钱 那时候我可以了 我画画 还有一个我同事也画画 他姓赵叫赵品兰 我俩年龄差不多 都上那个 上那个 怀德那边 下乡 上人的老百姓家里画去 在年底了都 外外都画一个多月 老头去求我的 这都要过年了 还不回家 赶紧回去 多钱也不挣了 他跟那个 我那伴的老头 那个老头 他俩去找的 跟我们接回来 你说明姐性格也是 待不住的那会儿 我意思 有点外相 太动 和阿姨的老伴走了有半年了 虽然阿姨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 但她的内心还是觉得孤独 每天回到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 那种滋味挺不好受的 所以阿姨现在就想找个伴陪伴自己 那她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对房子吧 也不一定非得是喜欢运动锻炼的 自己活自己的吧 像我愿意运动 你也别管我 你不做运动我也不管你 年龄是比我大点也行 比我小点也行 多高得胖啊 得比我高点 你多高 我一米六十 生间就条件房子 这都无随 那都不说事 反正条件房子挺宽的 这么大是不是 你也不像大姑娘呢 找的一样 叔姓聊叫刘天领 刘天领 然后阿姨叫何淑凡 他家也是住在这个附近提供区的 你去马鲁州 华裔纸巾城知道不 都不挨着万达嘛 不太远哈 好 行啊 从外观上 他看他算可以 再拉我拉了一会儿 好 长相那个也好像差点啊 眼睛啥的那些 脸型啊 都不是太好看 这次刚见面也不太了解 性格脾气啥 都得慢慢了解是不是 啊 你还好戏戏过 嗯 喜欢 在社区啊 他们有戏名 犯体我给他们抄去 哎 没别人失望 我得拉两段 刘淑与何阿姨 对于对方的第一印象 都一般 紧接着 淑又拿出了自己的金虎 想要在何阿姨面前 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艺 阿姨想吃个啥 可以点一个 二神一个吧 这个二锅拉 这个拉 拉不了 拉不了啊 拉个根呢 根会不会 根这二锅拉 这个不行 哦 你唱什么 唱啥歌啊 刘晓儿呢 嗯 唱吧 我不会唱 你不会唱 我听你拉 哎 我想听 是不是拉 看听一听 啊 他这个金虎啊 有些人他听你觉得 他挺喜欢的 但有些人听就觉得闹情 你是什么感受啊 反而不反感 也不反感 嗯 也不反感 大家没事 拉了行 业余爱好 但他拉得不上底下 他要是拉点歌曲了什么的 他还爱听 嗯 他拉这个戏曲的 我就有点听不进去 就是对他陌生 警惧 嗯 和阿姨对于戏曲不太感兴趣 但也不反感 而且在接下来 阿姨在屋子里发现了另一件东西 让他瞬间眼前一亮 啊 这个是那个杠铃吧 对对对 啊 他也愿意运动啊 爱运动 啊 沉不沉 呀 好重啊 还行 拉起来吗阿姨 能 哎呀 拉起来呢 看我能举起来了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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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挺厉害吧 太沉了你这玩意 你 你举一下我看看 哎呦天我强举下来 我上次也不练了一次 是啊 我上次 行你拿轻松 嗯 你举轻松 我刚才十大劲才举起来 十大劲 挺有劲 这个真挺沉 一个十六劲 你说我能给你举下来 已经不复了 一般人举不动 我去 你举不动 你指定 你指定举不动 你说这玩意还有关系啥 说自己在家 自己发育了一项 就是 健身 运动用的这个器材 这点 啥样的 看没看见的阿姨 这也就是这个 啊 这里穿着这点物杠 咋 这个咋做呀 这个 我说 你做个事 你做个事 我看看 这么样吧 这样的 这么样 我抓着这个 哎呦 和阿姨发现 刘淑和自己一样 也是个爱运动 爱锻炼的人 这让她对刘淑 又多了几分好感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呀 顿时就拉近了不少 挺好这个 天不好啊 就在五十多年了 嗯嗯 天好就出去 我是去上广场嘛 上那块抓这个杠着 也有 也是这么有 阿姨平常也愿意运动 每天都运动 每天都上广场运动去 这对刘淑有好处 走我居家 你给我写一下玩 特别倒塞出来 是不是 你多大是不是 七十八了呗 售啥的 售码的呗 你售码的 哪个人 七十八了 不会售码 七十八 我六十七 大十一岁 十二岁吧 我俩都售码 你不就十二年以后 不就大十二岁 你对于这些年龄那方面咋看 年龄不重要 我见识人 看他面相还不那么老 身体好就行 身体好 身体看那样没啥 他也挺爱运动的 面对刘淑 大自己十二岁这件事 何阿姨表示啊 自己并不介意年龄这方面 主要还是看人怎么样 接下来 两人聊到的一件事 让现场的气氛 突然有些尴尬了 就是五楼哈 五楼 有点上 顶楼了 最高的五楼 最高的了 最高 稍稍累点反正 上五楼肯定要喘 你喘不喘了上来 我不喘 你看上罐了 上这五楼 你家几楼啊 我家是四楼 四楼 但是它是电梯 这两块生活了的话 那你能去阿姨家那边吗 不能不能去 我这习惯了 外外家习惯了 各方便 你就是觉得是希望地方 对 留守的态度非常坚决 并且希望何阿姨 能到自己家里来生活 但何阿姨这边 对于五楼这个楼层 有些不满意 觉得上下楼有点吃力 最终何阿姨会怎样决定呢 我看我身体现在 身体不好 这上不来 我这天天运动 反正 既然你也不会上我那 我到这来 就当自己的家 也就不用考虑说 打是卫生这方面 这这的我都能做 因为我身体好 没啥大活 我能干的再说 我也把我讲 我不是这样 我啥也不干 那个人 是 你做饭吧 我上 要包脚了 你货便 我想个馅呗 两人不扯手吧 是 我不是齐险诚 那个人 我想出手 出手看看 看看怎么样 再撂撂撂个影 看看 从一开始见面到现在 刘淑对何阿姨 是哪哪都满意 想要继续交往下去的刘淑 还想再多了解了解 阿姨别的方面 所以在接下来 就向阿姨问出了 自己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万万没想到啊 这一问 却问出了今天 最大的危机 双宝都有啊 什么 双宝 一宝吧 就个人交的那个一宝 知道吗 他不是往里打钱的那个 你多人有病了才能报销 没有病不给报 这种的 但是我也年年交 现在交多钱 现在交三百二每年 这个一宝就是 是跟叔他们正常一宝 叔不一样吧 不一样 万全不一样 你那个是往里 往卡里打钱的吧 我才打钱 他那80% 我这60% 差点 这个叫方便 这一宝 我不会考虑 他那个不80%吗 这多报20倍比我 你说 你那也没百分之百报 对不对 你不也得担点吗 刘叔对于何阿姨的 一宝不太满意 红娘询问后才得知 因为刘叔的儿子 之前和刘叔 唠嗑时提过一嘴 叫他最好找个 与自己一宝一样的老伴 他说 他的爸你这样做方便考虑啊 这个一宝画面 都给你一样的 社区的一宝都不 不太保险的意思 哎 太少了 哎 你本身咋想的 我说他倒是 我说看看吧 有机会 我说到这合适 就这么说 其实啊 刘叔对何阿姨 还是挺相忠的 所以现在这心里啊 就特别纠结 拿不定主意 最后思来想去啊 刘叔决定 给儿子打个电话 跟儿子讲一讲 这个事情 我叫儿子来看看 把妈妈搬 儿子能不能过来啊 今天 看看 看看不一定 啊 现在跟哪里呢 操 咋了 这桌菜那个 小李子 把这个阿姨给领了 领了 你到那 操操 你不穿这个衣包 他这个衣包是咋的 社区衣包 跟我那不一样 你过来 把定夺一下 跟大哥说两个 不要定主意 你拿银行 就出了 你到这儿来一趟吧 我先往那儿走 啊 刘叔其实对何阿姨 有好感 但想起儿子的话 一时间有些犹豫了 这才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想让儿子过来 给自己拿拿主意 就是 熟悉的 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小包 这个社区这个包 不是 那都都是次样的 你就看影咋样 就玩事了呗 不是你看呗 是 打打枪 难道 你到科学时 是拿皮肚去的 那你就看 行就醋了呗 是不是 看影咋样的 对不对 看影咋样的 看影咋样的 哦 啊 哈哈 我儿子过来了 搜头搜头路过这 这是老大呀 我那 我那是儿子 老大呀 嗯 这老大 那多大叔叔呢 我56 56 坐下来 行 看我这个医保 你也知道 和你父亲这不一样的 那是事 医保 那倒不是没事 你听这时候打了你 你过一个一天的开心快乐 你说我 我说有这事记一记 没用 这话都刺压了 是不是谁敢说 是这个脸吧 对 是这个脸 他说我比你小12岁呢 我估计得 啊 比我小12岁 不是 我比他小12岁 你说我有病 你比他小了 你把以前种多年 他还不爱得病的 你把这病也留上了 我看还挺厚的 挺实在的 这玩意儿嘛 你找个过法 也是实在意儿的 你还没主意 你看过来的 是啊 这家哪没主意 能看出来儿子的观点 还是希望父亲找一个他自己喜欢的 人品老实可靠的老伴 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 听了儿子的一番话 不知刘叔的心态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最终蜀会如何决定呢 他与何阿姨能牵手成功吗 咱广告回来接着看 刘叔与何阿姨刚见面时 彼此的演员一般 但双方在慢慢接触的过程中 都发现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 在两人逐渐产生好感的同时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接踵而来 最终刘叔因为社区医保的事儿 对阿姨有些犹豫 从而叫来了儿子帮自己定夺 儿子过来后表示 如果两个人彼此有好感 那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不知儿子这番话下来 刘叔最终会如何决定呢 他那样一件事处问 相当阿姨哪儿 你相当阿姨哪儿 喜欢锻炼的不是小豆的 锻炼的 体格的好现在好 锻炼的 我研究不会 太好了嘛 那就互相了解了解吧 你手说我没脸你看得相同 这人看起来性格能挺好 你平时倔不倔呀 不是 不倔啊 这两匹马都输马的 你说性格差不多 你跟两马用你跑吧 哈哈哈